你见过这么丰盛的监狱吗? 龙虾鲍鱼帝王蟹水果蛋糕美酒 如果是你,你愿意进去吗? 卷毛签署了合同后就被立马迷晕 等他醒来后就已经在房间里 房间还有一个老头 卷毛观察了一下周围 发现这是个监狱坑 还没来得及多问什么 只见老头拿着枕头往地上一放 直接跪在了上面 绿灯亮了 一个大石板缓缓落下 老头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前的剩饭 用手抓起就胡乱地往嘴里送 仿佛下一秒面前的食物就会不翼而飞 而站在老头对面的卷毛 看到这一桌的残渣满脸嫌弃 而这时 上层的一个男人正玩味地看着卷毛 墙上写着48 这说明自己正身处第48层 而监狱的每层有两人 那面前这一桌大餐 就是94人的吃过的剩饭了 想到这里 卷毛恶心地更加吃不下一口 他站在墙角看着老头不为所动 老头真是好心地跟卷毛说 一天就这一顿 不吃就得挨了 听到这话 卷毛才勉强在残渣中 挑了一个较为完好的苹果 并将它揣在了兜里 老头看到这一幕邪魅一笑 很显然 这老头知道些什么 轰隆 时间到了 在这大餐的石板缓缓下沉 老头吃饱喝足 还吐了一口痰 卷毛不理解 他质问老头为什么要这么做 老头边说边躺下 下一秒 卷毛明显感觉到温度在急剧上升 这是老头的声音传来 这便是私藏食物的后骨 卷毛吓得赶紧将兜里的苹果扔了下去 没办法 卷毛只能饿着肚子度过这一晚 而到了半夜 正在鼠羊的卷毛听到了什么一些声音 他起身查看 什么东西一晃而过 原来是白天装满食物 一层层沉下去的石板 到了半夜 他就会立马返程 第二天很快到来 大石板如约而至 老头照例狼吞虎咽的往嘴里塞着食物 而卷毛摊在床上 对桌上的残羹剩饭依旧无动于衷 老头这时告诉他 在48层已经很好了 上个月他在132层 已经什么食物都没有了 即使这样 依然有人选择结束自己 而在底层的人没有食物 就得想办法撑过一个月 卷毛听到这里 便萌生一个想法 既然人的数量和食物都是一定的 只要和所有人商量好 每天每人定量进食不就可以了吗 然而这个想法必定是天真的 他迫不及待地想联系上层人 老头立马打断了他 人为财死 鸟为狮王 在外面都不一定能做到 更何况 这还是在弱肉强食的监狱里 大家不可能团结一致 卷毛想想的确如此 那就想着先从下层人开始 谁知 老头直接用行动证明 上层人对待下层人有多残酷无情 第三天 卷毛忍受不住饥饿 也跟着老头一起进食 两人仿佛已经成了好朋友 一起吃饭 一起看书 一起聊天 突然 什么东西掉了下去 原来是上层人忍受不住自杀了 卷毛愣住了 随即怒吼道 老头冷漠地说道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会去管那么多 卷毛不甘心 但他也无可奈何 时间很快就到了一个月 到了他们换楼层的时刻 二人闻到了麻醉气体 老头说 你很善良 希望我们能到一个好的楼层 然而事实 真的能如心中所想吗 男人从昏迷中醒来 他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 他不停挣扎着 然而昨天还是好朋友的老头 此刻正拿着刀 坐在卷毛的床头 眼里透露着不可描述的欲望 原来 这个月他们落到了171层 在这种情况下 要么吃人 要么被吃 老头早就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做好了牺牲卷毛的计划 他跟卷毛详细说着 接下来的规划 卷毛在床上苦不堪言 突然 他们都听到了 撕心裂肺的哀嚎声 原来在很多楼层 也都发生着这样的事 甚至还有人选择 直接了结生命 这就是监狱坑的规则 说着 大石板降下来了 果然如老头所说 食物一点不剩 就连餐盘都是干干净净 老头说 从第八天开始 我就要开始割你的肉了 这七天对卷毛来说 是如此的煎熬 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解决 而老头却兴奋地 在大石板上蹦跌 很快 第八天到来了 老头拿着刀向卷毛走来 假惺惺地向卷毛说道 他把绳子放进卷毛的嘴里 接着撕开裤腿 露出大腿部位 卷毛那里忍受得住 发出撕心裂肺的嘶吼声 这时大平台缓缓落下 上面坐了一个女人 之前老头说过 这个女人是为了找自己的孩子 每个月都会跟随平台下去 而这次 女人下来正好碰见卷毛被弯肉 因为上个月有人欺负女人 卷毛出言制止 所以女人知恩图报 他眼疾手快 一下就把老头结果 随后 他又去给卷毛松绑 把小刀递给了卷毛 而卷毛这次也没有犹豫 接过刀 亮枪地爬到老头身旁 恍惚中 他看见女人趴在老头身上 而卷毛选择了活下去 靠着老头的俯视撑到了 下次换楼层 卷毛被一只蜡肠狗舔醒 他缓了缓 看向旁边说话的女人 还没来得及细问 立马看了眼旁边的楼层 33层 还好 这次起码能填饱肚子了 接着 女人便做起了自我介绍 自顾自地和卷毛聊天 甚至还叫出了卷毛的名字 卷毛诧异 仔细看了一眼女人 回想起来 原来这是招他进来的女员工 而女员工和卷毛一样 也是自愿进来的 然而女员工也认为 只要自发性团结 监狱的所有人都有得吃 但对已经经历过生死的卷毛来说 能活着出去 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石台缓缓落下 卷毛将枕头一扔 这不活脱脱第二个老头吗 卷毛已经开始进食 而对面的女员工 却在将食物分盘 说这是他为下一层的 准备的分量 以此循环 所有人都能活下来 接着 也把自己和宠物狗的食物 也分类好 并且告诉了卷毛一件事 石台再次下沉 卷毛缓缓起身 而女员工在不停地 劝说下层的人 也考虑一下更下层的人 可大家都是经历过 极度饥饿和生死的人 哪有人愿意为别人考虑 只有赶紧填饱自己的肚子 才是他们想的事情 下层人不停地辱骂女员工 卷毛实在听不下去了 她走到楼层旁 下层正在禁食的两人愣住 女员工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然而事实正是如此 好言好劝往往没有用 只有影响到自身最直观的利益 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隔天 那个寻找孩子的女人昏倒在石台上 善良的两人将女人台下 并且安置在这一层 半夜 女人因为太饿将女员工的腊肠狗吃了 而这一幕刚好被女员工撞见 两人随即开始扭打在一起 事已至此 女员工也无可奈何 她本想进来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这里的人们 可改变那里是那么容易的 男人在这个监狱坑已经待了三个月了 她经历过这里的米其林大餐 龙虾鲍鱼美酒甜品 也经历过这里的特色生活 被同伴绑架 为生存吃人 这天 刚醒来的卷毛就看到了育有的尸体 原来育有接受不了自己到了202层 已经上吊自杀了 由上至下 层数越低 美食被搜刮得越干净 人吃人的现象就越明显 卷毛这时向下望去 依然看不到镜头 原来这所监狱不止200层 卷毛绝望的大喊 他疯狂地垂打墙面 发泄自己崩溃的情绪 因为这意味着 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一个月 就必须要做个决断 要不要吃点育有的肉 丁 食物平台降下来了 上面的盘子干净的都能照镜子 再三思索下 卷毛拿起面前的一块玻璃碎片 他还在纠结 因为他的理智不允许他这么做 开始他还能吃纸来缓解 可过了一周 卷毛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亮亮呛呛地走到了育有身边 就这样 他违背了自我理念 度过了一个月 等他再次苏醒 他已经到了六层 谢天谢地 他终于逃离了苦海 而这次的御游 是一个跳脱的黑人 他在得知自己身在六层之后 激动极了 这是他离顶层最近的一次 他很开心地和上层人套近 想让他们拽着绳子 让自己爬上去 可现实哪有这么美好 就在小黑爬到一半的时候 上层人突然松开了绳子 小黑差点坠落深渊 好在卷毛眼疾手快 一把将他拽了回来 在看清上层人的嘴脸后 小黑破口大骂 越狱不成 就只能老是待在这里 这时平台缓缓下降 看着满桌的大餐 卷毛有个大胆的想法 每天装食物的平台 都会在午夜深会顶层 那一直跟随平台 不仅可以层层分发 让所有人都吃到食物 自己也可以逃出去 而卷毛的想法 也让小黑看到了希望 说干就干 他们把床腿拆开 将棍棒拿在手里 乘着平台就开始下降 前五是曾因为食物充足 还比较忌惮两人 期间还听从了一位智者的话 选取了一个奶洞 当作信息保存下来 可层数越往下 那里的人都是经历生死的局面 哪里会被两人威胁到 场面一度混乱 他们开始动用武力 和反抗的人们厮杀起来 两人也身负重伤 此时平台已经到了200多层 食物已经几乎没有了 只剩下小黑手中的奶洞 终于平台到达了333层 两人这时发现了一个孩子 他从床下小心翼翼地看着两人 当他看到小黑手中的奶洞时 他忍受不住饥饿 爬了出来 两人在抉择下 还是将奶洞给了小女孩 隔天 小黑因为失血过多 没能再醒过来 卷毛决定独自一人 将小女孩送到平台上 而自己却没能上去 小女孩就像是这所监狱最后的希望 一直到达了顶端 被送到了厨师手里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监狱坑里的现象 能和现实生活一一对应 人性最难揣摩 经历了苦难和折磨 并不能让他们变得善良 反而让他们更加自私 更想通过折磨他人来发泄愤怒 然而 改变永远不是自发的 处于底层的人 想法再好也没用 只有身居高位 才能把他的想法变为现实 俗话说 靳元事 听天命 要尝试才有可能成功 如果所有人都是过一天算一天 那么监狱坑的机制 永远都不会改变 请不吝点赞订阅